還有受到疫情影響 很多民眾過年打算在家圍爐 不少縣市漁會 都瞄準了年節禮盒的商機 彰化區漁會 推出了1500元和3000元的海鮮禮盒 有干貝和草蝦等等 1500元的有六個品項 3000元的有七個品項 都主打限量迎戰春節的送禮市場 年節禮盒開箱 滿滿的海鮮 有白昌魚 五載魚 蒲燒蠻 干貝 鮑魚 大草蝦 還有花枝丸 市價大約3300元 彰化區漁會特價賣一盒3000元 限量500盒 要拼年節銷售 專程過來買 對 我今天是專程過來的 還有六個品項裝的禮盒 1500元 有扇貝 鮭魚 草蝦 石斑魚 五載魚 一葉乾和虱目魚肚 限量1000盒 雲林區漁會也推禮盒 十個品項 吐托魚 鮑魚 透抽 雪魚 白蝦 蒲燒蠻 猴頭菇 魚丸 佛跳牆 小捲酥 一盒2500元 已經賣出600盒 漁會觀察受疫情影響 在家圍爐的人變多 因此帶動年節禮盒銷量 另外有把主力放在網路銷售的電商 也說最近買禮盒的人變多 貿易商也很願意在這個疫情的當下 跟我們一起來做這個回饋 1500元網路上可以買到扇貝 飛魚卵香腸 鮭魚片 釣魚片 白蝦 小捲和龍蝦沙拉 3000元可以買到原價3980元的 帝王蟹 龍蝦 烏魚子 干貝 鮑魚和鯧魚 電商主打免運費寄送 另外也可以自由搭配 隨便把自己喜歡的東西比較方便 漁會和電商拼年節買器 都推出優惠價組合 買一盒就能煮一桌 要讓大家防疫在家 花小錢過好年 華氏兄 王善 謝總益 吳建宏 小玉葉 彰化 雲林報導